大嶼山发展咨询委员会发表报告 建议将东大嶼山发展成本港第三个核心商业区 并且会发展多个休闲旅游点 经过两年讨论 大嶼山发展咨询委员会就大嶼山未来发展提出多项建议 包括发展东大嶼都会 建议在交椅州和喜宁州附近水域填海 打造成本港第三个核心商业区 估计可以容纳40至70万人口 机场和东涌所在的北大嶼山走廊 就建议配合机场沙跑系统 以及东涌新市镇扩展 继续用来发展经济和房屋 至于迪士尼乐园所在的大嶼山东北 就建议发展休闲旅游汇点 当中因澳田海大约60至100公顷 发展为具特色的大型表演场地和室内滑浪场等等 委员会也认为大嶼山多个地点具重要生态价值 建议按延行的机制继续保育和发展绿色旅游 例如将煤窝发展为户外探险乐园等等 大嶼山位置偏远 如何对外连接也是重要考虑 报告建议除了正在兴建的屯门至车立过连接路之外 兴建一条新铁路 连接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和屯门 至于大嶼山其他地区也建议以铁路作为骨幹 连接港岛西、九龙西和北大嶼 报告估计在2030年后 大嶼山的总人口可以达到70至100万 总就业机会达到47万个 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声明 华委员会的建议全面考虑大嶼山的各区现状 相信未来的多项大型基建 可以令到大嶼山由一个尼岛 发展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性的区域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报道